日前 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广东汕头大学出席毕业典礼时披露 近来有三件事一直困扰他 忧心使他无心睡眠 那么到底是哪三件事使这位85岁高龄的富翁繁忧彻夜难眠呢 与他最近从大陆和香港频频抛生物产和撤资有什么联系 一起来看报道 香港常识集团主席李嘉诚 6月27号上午出席了由他创立的汕头大学毕业生毕业典礼 身兼校董会名誉主席的李嘉诚 以无心睡眠为题发表致辞 在致辞中他表示 85岁的他对世间各种个人得失 早被风风云雨冲淡 还有何忧心 我忧心的是 在点全球化和自视经济的时代 不同的智商 能力和努力 令机会适寒 成为新的常态 我忧心国家支援的决线成为未来发展的难题 李嘉诚还忧心高福利社会人民的负担和对贫富悬殊的愤怒 持续让社会停滞和不安 李嘉诚旗下的私人创投基金《维港投资》 6月23日起在中国六个城市进行巡回推荐 负责人周凯旋在推荐会致辞中也曾介绍 李嘉诚担心全球贫富悬殊持续 尤其在中国可能会恶化 还忧虑中国缺乏耕地及安全的饮用水 此外他也担心人与人之间欠缺互信 彼此没有讲真话 这三件事让李嘉诚睡不着 他睡不着觉 一个是对于中国这个现实社会 很多辛苦的人看到了很痛苦 还有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 甚至是一种捞钱的工具 他可能从侧面就看到了一个问题的实质 就是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 共产企业党统治几十年了以后 把中国传统道都破坏了 人与人之间没有一个基本的信任 中国历史学家 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表示 作为炎黄子孙的李嘉诚 他希望他能改善中国国民的生活 投入的教育 能培养出真正造福社会的人才 但实际的情况使他很失望 又不能直说 因为他这么些年来 在中国社会跟各级的中国官员打交道 他知道这个中国整个社会的这种腐败的现状 而且也看到了中共很多经济上面临这个崩盘 包括他投入的房地产和许多企业 他已经看到了危险性 连续16年穷聚华人首富宝座的李嘉诚 自去年8月以来 以低于市价35%以上的价格 抛售了广州的西城都会购物广场 和上海的东方汇津中心 南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李嘉诚儿子李泽凯 今年也出售了北京银科中心商场 李氏家族似乎在大陆不再拥有大规模的地产项目 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 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 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这表示 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如果按照联合国人均每天1美元来算 中国大概超过3亿穷人 如果是按照更远近的贫富的数据来捧 中国真正的贫困线 大概接近4亿人口 北京国情内参期刊 首席研究员龚胜利认为 中共从产业到金融和社会的垄断 制造了贫富悬殊的生态困局 李元华表示 李嘉诚的担忧及撤资 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共统治的 一个不信任或一个担忧 李嘉诚的担忧